各位觀眾非常非常嚴肅的話題 那麼我們每一個人都要嚴正以對 解放軍的圍倒軍演又來了 時間點就這麼剛好 就在蔡英文總統過境美國 與麥卡錫見面之後 看起來台美關係好棒棒之際 外交大內宣之後 現在問題來了 什麼問題呢 解放軍圍倒軍演來了 跟你我此時此刻 都在台灣這片土地上 每一個人息息相關 沒有人是局外人 當然此刻中國大陸宣布大規模軍演 看得出來他們的示威意味很濃厚 其實早在昨天 蔡總統搭機返台的時候 解放軍就已經宣布了 要在福州跟平潭來涉及軍演 今天最新解放軍東部戰區 再度宣布要圍倒軍演 要在台灣的周邊海域 舉行還台灣島的戰備警巡以及演習 我們把他今天早上的這個 在微博上的截圖也特地截出來的 從北京時間2023年4月8號到10號 那麼解放軍東部戰區按照計畫 要在台灣海峽跟台島的北部中部南部台島周邊海域 舉行這種聯合軍演 但是非常特別的是在裡頭 他沒有寫出精準的坐標 跟之前是不一樣的 這一點是有意味的 那除此之外呢 剛才看到台灣周邊危機四伏 美國爸爸呢 一向挺台灣的美國呢 在美國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跟蔡總統見面之後 以及這個美國眾議院的外交委員會的主席麥考爾 此刻在台灣 他們兩個此刻要不要來化解一下台海危機呢 替台灣來解除這些圍倒危機呢 為什麼還是老美只在乎軍手呢 還有一位瓜地馬拉的總統賈麥黛 他不是說如果台灣在拉丁美洲只剩下一個邦交國 一定是瓜地馬拉 好 真的嗎 此刻呢 大陸央視的新媒體 就這麼剛好 釋出了一些訊息 包含了這個總統呢 在六月之後可能要下台了 因為瓜國的六月是他們的總統大選 而且現在在當地左翼的候選人馬當中是親中派 還傳出了近期他們有派外交官訪問中國大陸 而這些訊息也不是中國大陸首次釋放出來的訊息了 那說好的堅定不移的台瓜情誼呢 真的就不會改了嗎 蔡總統昨天返台之後 他在機場發表了演說 他強調了 他說呢 台灣此行獲得了民主夥伴的支持 面臨壓力威脅 我們台灣絕對不會屈服 所以即使此刻我們面對解放軍的圍堡軍演 國防部發表了最新回應 表示一切都在嚴密的監控解放軍的行動 都在掌握當中 好 但是從這些的訊息當中你可以看得出來 陸媒昨天報導指出了 其實除了瓜地馬拉之外 各界都想與中共來建交 立委馬文君他表示了 瓜國的總統呢 他的任期直到今年 而且他們的大選結果 可能會對這個台瓜的邦交 產生一些衝擊 邱成遠他則是呼籲了外交部 要密切掌握友邦的狀況 避免再度斷交 蔡英文總統剛出訪我們的邦交國瓜地馬拉 而且瓜國的總統也特別提到 台灣是唯一的中國 可是這位總統他的任期已經快到了 接下來的選舉會有什麼樣的變化 相信對我們的邦交 可能也會產生不一樣的衝擊 會影響 因為在蔡總統前腳剛走 那陸媒其實已經發布相關的一個訊息 說瓜地馬拉各界都希望 跟中國建交 那這個部分其實在在都顯示 因為我們看到蔡政府在他上任以後 我們不斷的丟失邦交國 這個都很明顯的 除了我們的外交以外 兩岸關係是至關重要的 我們兩岸關係沒有處理好 其實我們的外交就會陷入很大的困境 前幾天蔡英文總統才剛到瓜地馬拉來訪問 那賈麥戴總統也表達對台灣的支持 那我想不論任何一個友邦在相關外交 部以及我們的相關的總統府 都應該要掌握任何友邦目前的一個情形 那我想我們都要密切掌握任何 可能會危機後續的一個外交情勢的一個 影響的一個作業 這一回蔡總統過境美國 見了眾議院的議長麥卡錫 還有跨黨派的議員 但是沒有見到任何的官員 不過我們得到滿滿的軍售 美方表明了願意加速對台灣的軍售 蔡英文他也證實了整個的會中有簡單 帶到了半導體的投資 對此藍銀直言了 不論是軍售或是半導體 美國都是以自身的國家利益來考量的 台灣不能夠再以時換虛 蔡英文總統這次過境美國 只有見到國會議員 但是沒有見到任何的行政官員 所以現在整個過境美國所談論的 包含加速軍購或者有關於半導體 台積電都是符合美國人的利益 但是台灣最關心的包含 我們能不能拓展我們的國際空間 或者是如何能夠阻止 繼續的邦交國跟我們斷交的危機 以及相關的我們希望跟美國 能夠簽訂FTA或者BTA 在這次過境美國裡面 似乎完全沒有沾上邊 尤其我們一直希望 能夠跟美國簽FTA 我們的萊豬也吃了 而我們的台美貿易倡議 在今年初也已經談判了 請問一下 21世紀台美貿易倡議 到底什麼時候能夠簽訂呢 麥卡錫以及美國的眾議員 他們所關心的是賣武器給台灣 關心的是台灣的半導體在美國的投資 所以清楚看得到 他們還是以國家的 美國的國家利益為主要的考量 而我們的國家利益 比如說台美之前的BTA 台美之前的FTA 我們今年是不是可以通過美國 參加世衛大會加WHA 這些都是我們關心的 我們看到就是以時換虛 我們實際上真的花錢 買美國的武器 但是美國人並沒有去幫我們 來加入相關的國際空間 例如參加世衛大會 WHA或者是加入CPTPP 蔡總統過境美國 我們得到更多的軍售 大家的納稅錢準備好 要買更多的這個軍售了 那對於呢這個整個過程 美國的議員呢 他是接連提到要賣給台灣 更多的一個軍售 中華戰略協會的資深研究員 張靖他分析了 他說會咬的狗不會叫 會叫的狗不會咬人 到底是為什麼呢 來聽他的分析 觀察這個事情 我基本上大家去思考 就是會叫的狗 是不會咬 會咬的狗是不會叫 也就是你這些議員 要是有辦法 老早就去解決這個問題 不是在這邊要講表面上的文章 而且在那邊講的好像假人假意 你說我會希望能夠安排 他當然會這樣講 因為這個事情由不得他做出 而且最重要的事情 是美國軍工生產的能力 現在確實因為 以後他整個製造業的空洞化 很多地方他都趕不上 我們只要想想看 這個烏克蘭的戰火那麼嚴重 他有很多貨都還交不出來 所以在這個情形之下 你要相信這些議員講的話 我還是要講 他要是能辦得到 他早就去做了 而不會在這邊蒙講空話 假如他辦不到 你聽信他講了個半天 這個聽了樂陶陶 那就是基本上來講 對於國際 現實以及對於美國 整個對外政策 尤其是軍售部分的這個運作 毫無基本常識 所以這兩個人講的話 聽聽就好 他當然關心軍售 因為對他而言的是代表選票 但是我們不要忘記 軍售是在美國 支持他的國家安全利益 是他要賣給我們 他什麼我們才能拿到什麼 而不是未見的是滿足 這個求售國 也就是我們 希望買什麼的這個軍事需求 換言之也就是說 這完全是賣方市場 這些都是非常現實的架構 所以假如今天這個能夠敦促 這個交貨的順序 能夠提前給我們準時交貨 那他要是能做得到 他早就做了 他還用在這邊講 他能夠講的都是他做不到的 總統蔡英文出訪過境 美國期間會晤了麥卡錫 我們除了得到更多的軍售之外 現在也引起了北京強烈不滿 大陸解放軍東部戰區 今天早上宣布 從即刻起到10號 要舉行圍台軍演 將會環台戰備警循 以及要聯合利劍演習要 恐怕會重演去年8月 培洛西訪台的環台軍演 外界此刻很關注的是 會不會又有飛彈越過台灣上空呢 解放軍兩棲部隊橫渡大海 登陸強灘作戰 展開火力打擊 大陸密集軍演 東部戰區在蔡麥會之後 最新宣布將按計畫 在4月8號至10號 在台灣海峽 和台灣北部 南部 以及台灣以東的海空域 展開為期三天的環台戰備進勳 和聯合利劍演習 顯然是衝著蔡英文 見了麥卡錫而來 勢必將重演去年8月 培洛西訪台的環台軍演 台海緊張情勢再度升溫 大陸福建海事局也宣布 將在福州平潭兩個海域 進行總計六天的實彈射擊 禁止一切船舶使入 不只祭出軍事實彈威嚇 大陸外交部也嚴正警告 台灣問題不是什麼民主問題 而是事關中國主權和領土完整的問題 兩岸制度不同不是統一的障礙 更不是分裂的藉口 總統蔡英文返台之後 大陸國台辦也放話 警告民進黨大陸 絕不為各種形式的台獨活動 留下任何空間 另外除了針對駐美代表蕭美琴 實施制裁 禁止她以及家屬入境陸港澳 現在加碼制裁 採賣會舉行雙邊會談的 美國雷根圖書館和哈德遜研究所 而正在台北訪問的 美國聯邦眾議院瑞森少爾 則在推特公開她訪台前夕 遭大陸使館警告 將嚴正關切她的訪台行程 瑞森少爾稱她不會向大陸被攻屈膝 但兩岸局勢已再度陷入緊張局勢 記者綜合報導 全民注意此刻 解放軍宣布在台灣周邊海空域 進行了圍倒軍演 時間點就選在了蔡英文總統 這個過境美國反台之際 那麼蔡總統昨天她返台之後 她在機場發表談話 她第一時間她就強調了 她說我們讓國際社會看到 台灣在面臨壓力跟威脅的時候 台灣只會更團結 絕對不會因為受到打壓而屈服 更不會因為受阻礙 停止跟世界的交流 好那現在網路民調也出來了 包含這是雅虎的期謀民調 她問題就是中國大陸強烈譴責 所謂的菜賣會 你會擔心兩岸關係受到影響嗎 我們來看到 非常擔心的民眾有34.2% 有點擔心是24.3% 紅色部分跟橘色部分 都是很擔心的 這是昨天 解放軍還沒有宣布圍倒軍演之前的數據 此刻解放軍正在我們的周邊 進行大規模的軍演 我相信這個數字是會持續增加的 好那當然這個馬英九 她昨天也剛好從中國大陸訪問 反台了 那馬英九是強調了 她用實際行動證明 九二共識又胡過來了 那同時呢 也是網路民調調查了 你對於這個馬英九訪問中國 反台 你滿意他這幾天的表現嗎 因為馬總統呢 他是在中國大陸是多次 講出了中華民國 而且還講出了 他是這個總統 這種字眼 所以呢 有高達63%的朋友 是很滿意 馬英九的一個表現的 只有37%的人是不滿意的 好 雙英出訪 各自努力 都是為了台灣的未來 但是你覺得你認同誰的論點呢 剛剛特別提到了 從這個蔡總統昨天這個搭機 返台的時候 其實在昨天呢 中國大陸就宣布了在福州跟平台 這個兩個海域進行實彈射擊 但是今天 又這個軍演的力度更強了 圍倒軍演 所以看得出來哦 這兩個人的兩岸路線是不一樣了 馬英九喊出九二共識又胡過來了 但蔡英文大大打臉哦 蔡英文批評馬英九說 你說的九二共識是1970年代的論述 好對此呢 洪夢凱他表示了我們的憲法明文當中就寫著 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因此他大栓民進黨政府難道想要來修憲嗎 九二共識的精髓 就是兩岸互不承認主權 但互不否認治權 我想憲法一中 這個是中華民國憲法的精神 蔡英文總統自己不願意承認中華民國 與中華民國憲法 卻反倒牽扯到兩國論 我想這個蔡英文總統真的對不起中華民國憲法 選出來的總統這個職位 而他到美國去也不敢大聲說出中華民國 反而引發了一些爭議 我想這一點跟馬前總統到中國大陸 大聲說出中華民國與中華民國憲法 真的差太多了 總統蔡英文如果說要講說一中原則是1970年代的事物的話 那我們請教2023年現在中華民國憲法 都還是一個中國就是中華民國 這又怎麼說呢 難道民進黨政府想要來修憲嗎 過去七年多執政已經掌握了國會多數 對沒有對於憲法有任何的一個改變 但是現在又要政治意識形態的時候 就要來互相的操弄 或是來不遵守或是不尊重憲法 我想蔡英文總統你也不要忘記 你的職權也是憲法賦予你的一個神聖的職務 好民意力會降低 然後我們說睡覺是美容效 女生睡不好這真的是不只脾氣差 皮膚也會變差 旺旺現在推出了一個新產品叫做夢夢水 獨家的配方可以啟動入睡的關鍵 怎麼買呢來QR Code快點購 掃一下